好 这个是给大家举的一个例子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哪一个 还有 重定向到 controller 这是重定向到controller 刚才那个是重定向到 页面吧 这是到controller 重定向到controller 这返回的是字幕串 那好 现在我们就写它 写它 我就在这个程序里进行改了 三十七 重定向到controller 我再考虑它了 我再考虑它了 你注意啊 我们这里说的controller 你可以是另外一个类 但我们一般都指的不是另外一个类 什么叫一个controller 处理器方法 也就是我现在定向到另外一个处理器方法 当然 我这儿 再来一个 比如说 这个叫什么 do other 可以吧 我叫do other 那我这个 那我这个是不是就叫other 我现在 你注意啊 我让你重定向到哪 重定向到 是不是这样 我要访问他们呀 访问他们我这儿 压坏了 又出现问题了 你说我这儿是写other 点儿度 还是写god other 点儿度呢 你得想想再说啊 加杠还是不加杠 加杠杠是什么意思 对啊 你我这儿是不是提交请求呢 我这儿提交请求呢 我以加杠后台路径 那就意味着我 我的参照路径是 当前应用的根吧 你当前应用的根是什么意思 加杠杠当前应用的根 那就是他呀 以假设这个程序的话 当前应用的根是不是就是他 当前应用的根是他 他下边是不是再加上这个 相对路径啊 那我问你 那我问你 你能访问他吗 你要想访问我这 doother 我跟你提出要求来啊 我的要求是什么 你想访问我 你就得 诶 当前应用 这是当前应用吧 你觉得满足这个 当前应用 下班紧接的是 是不是 他有这个东西啊 是不是 再加上他呀 你提交这样一个 请求 是不是才能访问到我都 那我问问你 我这加了这呢 你跟我说说 我能访问到我都 明显不行 是明显差的 太是这样 所以这能不能加 不能加 哎那我再说说了 那不能加 他为什么就行呢 不能加为什么就行呢 那你得想想这个问题啊 现在不能加 我是由他 是不是要跳转到这儿啊 我现在的请求路径是谁 你想想啊 你现在是不是执行这个方法 你执行这个方法 你当前的请求路径 肯定是 我不能拷贝他 我得拷贝他 是不是 你当前提交这个路径 肯定是这个东西 是不是肯定是他呀 你才能访问到这个方法 你才能自己往后执行 你才能提交这个这个请求 所以 所以 我的 访问力就是谁 是不是这个东西 那你这个东西 你 再加上他 变成谁了 把这个注释掉 给大家留点啊 现在 这是不是你的参照路径 这是你的访问路径 再配上谁 你的相对路径吧 这是不是加杠 那你看看 他能访问到他们呢 能吧 这次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 我们得分析啊 这个东西得分析一下 他分析的思路是什么 先加上杠 记着这个 我不知道该不该加杠 我就先加上杠 看看这表什么意思 是不是 OK 又是个路径的分析啊 又是个路径的分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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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